路面一辆黃色吊車伸長吊臂 要把特斯拉放到保修場外頭 沒想到吊車瞬間傾斜 載上車反覆在人行道 白色特斯拉重砸落地 上方吊臂更狠狠砸破 車上斬尖玻璃 我有看到吊車倒下去 我知道有壓到車 展示剪了一整片玻璃爆裂 來維修的特斯拉也被吊臂猛砸 當方玻璃裂成蜘蛛網狀 27號上50點多 新北中和區建議路上 車主把事故外車 委託原廠合作吊車吊關維修 司機疑似操作不慎 吊車失去平衡後翻覆 你第一要有足夠的空間 伸出你的指尖角 要考慮到車子的重量 車輛越重 你吊臂也不能伸太長 外車來到原廠維修 卻遭到二度傷害 索性整起意外 無人受傷 車主與拖吊車業者 也自行協調後續賠償事宜 另外台東市中心路三段 有駕駛行進車道正想要左轉 沒想到下一秒 黑色轎車無預警衝出 擦裝後失控滑行 差點撞上對向白色轎車 還好房子裡面沒有住人 警方除不了解 招式駕駛竟然是一名 無罩的高中生 他稱父母出國 偷開家裡的車輛貨 住家和店家 大概怎麼也想不到 光天化日會被車撞爆 接著楊東盛城關於 新北台東報導 有新聞請鎖定中視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